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就已经借口传教士遇害事件 强迫大清政府签订了骄傲租界条约 租界焦州湾和青岛 并且修筑交际铁路 开发沿线的矿产 权益为期99年 在那之后 山东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青岛也成为了德国东亚舰队的根据地 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 日本作为英国的同盟向德国宣战 由海陆两线进攻焦州湾与青岛的德军 在青岛攻下以后不久 山东督军纪云鹏就成请北京政府 向日本攻势谈判 希望日本撤出山东 日本则提出了所谓的21条要求 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导致中国的愤青们群起激动 在这里 其实我就有点疑惑了 明明是日本把德国给打跑了 日本提出要继承德国原来的权益 并没有叫中国割让山东 为何中国想要叫人家无条件撤军呢 如果中国自己想要回来山东权益 他们怎么自己不去跟德国宣战 而要等到日本打赢以后才来逼逼呢 而且他们居然还觉得自己有理了 山东问题一直遗留到1919年巴黎合会时 也就是这部电影的背景 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 要求协约国同意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全部归还 全然没考虑这是日本出兵打下来的 他们只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搭便车 然后出了一些华工去修筑公事而已 中国代表顾维军 也就是本片的主角的主张是 中国已经对德宣战 故而中德之一切条约皆作废 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应归还中国 然后伯伯爱讲了一堆山东是孔孟降生 中国文化发源之圣地 看到这里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山东以前被德国占着的时候 他怎么不去跟德国人讲这些 如果宣战就可以视同作废条约的话 那是不是中国直接跟英法宣战 就可以收回所有租借了 日本跟英法一等国在巴黎合会的时候 其实已就山东问题达成了秘密谅解 同意日本继承德国的租借以及铁路权益 最终中国代表团决定不签字 于是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中国愤青们继续高喊承办卖国贼 曹汝林等人变成了替罪羔羊 被火烧赵家楼 到了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时候 中日双方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日本将德国焦州湾的租地归还给中国 并且从山东撤军 也同意中国可以用国库券买回交际铁路 中国收复了自1898年以来 就已经变成外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 这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次外交胜利 不得不说顾为军 应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 令我不解的是 日本流血战胜德国换回来的权益 为何就这样归还了 而且列宁化以后的国民党 依然把不费一兵一卒 取回山东的北洋政府 骂成丧权辱国 把日本骂成狼子野心 要求撕毁一切不平等条约 但是从这个例子看起来 好像日本才是签了不平等条约的那一方 是否可以请您帮我们梳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呢 日本屡次这样退让 是不是鼓励了以后 国共两党继续撕毁条约体系的侥幸心理 这种扭曲的历史教育 自己弱的时候就讲自古以来如何 自己强的时候就讲强权即是公理 是不是也滋长出了金天匪区这种不遵守任何条约的战狼外交精神 刘仲敬 这就是中国的发明了 第一代中国发明家就是袁世凯 向山东问题的交涉和21条的宣传 全是袁世凯制造出来的 中国取代清国 无缝衔接这个野心 是在1905年改革以后 由清廷内部推行近代化改革的重臣制造出来的 其实也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 他们制造出来的 这种做法跟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执政以后 企图将多元化的奥斯曼帝国改组为一个奥斯曼民族的措施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大清江山以后只留一个空壳 实质性的内容都有我们接管 我们就是新时代的奥斯曼主义者 然后1912年的妥协 企图以中国来接替大清的江山 实际上就是北洋军阀向南押注杨子江流域的泛亚主义者 向北押注满洲蒙古王宫 由在大清帝国传统当中只是一个次要角色的 以宝定和天津为中心的北洋军阀来代替满蒙贵族 接管这个远东的多元体系 当然袁世凯自己得望不足 实力也不足 实际上是押不住的 所以他需要对外有军功 袁世凯称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梁启超是中国的主要发明家 这时他跟袁世凯结合 也就是因为看到皇帝退位以后 只有袁世凯才能够为他实现中华民族的理想 为此他连戊虚政变告密时期 跟袁世凯结下的深仇大恨都可以不顾了 康有为就永远不能原谅袁世凯 因为他是光绪皇帝最恨的人 无论这一点公平不公平 但是反正康良既然是光绪皇帝的忠臣 而且一辈子的政治生涯 全靠光绪皇帝的提拔 如果没有光绪皇帝 像他们那种级别的知识分子 不要说是大清国 广东就不知道有多少 谁知道他们是谁 就是因为光绪皇帝重用了他们一下 他们才会变成如此重要的人物 所以从知恩报恩的角度来讲 他们也绝不能背叛光绪 而光绪临死的时候 最恨的就是袁世凯 杨启超连这个事情都不顾 可以跟袁世凯联合 也就是因为只有袁世凯 才能维护中华民族了 维护中华民族的手段之一 就是包括五九国持诸如此类的宣传 这当然也是有政治斗争目的的 袁世凯的主要敌人 是杨子江流域的泛亚主义者 李列军 谭严凯这些都军 这些都军背后的后台都是日本军部 黑龙会和日本泛亚主义者 有很多都是退伍军官或者所谓的志士 而李列军的军队和谭严凯的军队 在对抗袁世凯的时候 也主要依靠日本军事顾问 当然 南京离时政府的每一个部都是配着一个日本顾问的 这些日本顾问就是内田良平那些人 其实同盟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骨干也是日本人 这本身就是一种泛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 1912年的事情之所以没有搞成 是因为日本上层采取稳健政策 首先看英国人的意见如何 英国人不支持的事情绝对不能干 所以民间的泛亚主义者 连同他们支持的孙中山和同盟会 杨子江流域的各都军因此就吃别了 否则的话 袁世凯没有能力上台 袁世凯自身的实力并不比他们强 他唯一的资本就是 各路都军都觉得 袁世凯是诸尔典公使亲定的大清国继承人 英国公使说的话是不会错的 我们跟日本人是一个立场的 就是说不能站在英国的对立面 因此他才能够当上这个大总统 但是对方的实力还在 他要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必须扩充中央集权 扩大总统的权力 要扩大总统的权力 就要像梁启超对他所说的那样 不立战功是不行的 比如说你将来打败了俄国 像拿破仑那样立了战功回来 称地没问题 干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没有立下战功之前不行 但要立下战功弹劾容易 北洋军阀并没有这样的实力 那就搞一点外交胜利吧 外交胜利要依靠反日 反日有双重的好处 日本毕竟是孙中山和杨子江刘裕 国民党系督军主要的后台老板 而袁世凯所属的派系 从甲午战争以来一直被公认 是日本人最大的敌人 袁世凯临死的时候 耿耿于怀的就是 你们为日本人排除了最大的劲敌 蔡松波和日本人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按照1930年代的宣传标准的话 它就是典型的汉奸军阀了 二四革命和护国战争 主要都是日本人在幕后支持 没有日本人的支持 这些军阀没有哪一个感动的 1914年和1915年 拥护北洋军阀的救世力 有很多都是认为 东亚大陆只有两个强权 一是满洲人 二是日本人 满洲人下去了 必定是日本人上去 孙文孙大炮手下的那帮人 有什么真实的本领 南方的新军靠的是谁 不都是靠日本人吗 中华民国变成日本人的傀儡 是早晚的事情 唯一能阻止这件事情的 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从甲午战争 以后就一直在大清国内部 从事反日活动 包括大清国解体前夜的 所谓中美德联盟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针对中日联盟的计划 而设立的 当然 这里面的中日应该是清日 清日共同提携计划 是建立在新政依靠日本顾问的基础上的 这样很容易把整个清国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 唯一能够对抗的方式就是两个新兴强国 为什么要用新兴强国 德国和美国来对抗日本 日本在东亚的分公司经理这个地位 是大英帝国通过英日同盟 亲定给日本的 大英帝国一毛钱也没有出 一个兵也没有出 只动了一下嘴皮子 于是日本人就做了他的代理人 而这个职位在李鸿章还当权的时候 本来是准备给李鸿章的 在李鸿章还当权的时候 日本人在欧洲和全世界都是很吃别的 在英国人看来 日本的地位不能跟大清国相比 日本的市场和各方面条件都不能跟大清国相比 直到日本人打垮了李鸿章 英国人才意识到 狼威里和其他所有人的说法都不对 大清国是扶不起来的 而且 大清国在被打败以后 在李鸿章的操纵之下 企图依靠俄国来报仇 就更超出了英国能够容忍的范围 英国当时正在跟俄国搞大博弈 The Great Game 他最不高兴看到的 就是满洲宫廷在李鸿章的牵线之下 变成依靠俄国保护的附庸国 于是 他就要扶起日本来 英国的判决就等于是当时的终局判决 有既得利益的列强 谁也不愿意跟英国为敌 只有新兴列强 德国和美国 说不定还可以 所以 袁世凯极力提倡中美德三国联盟 这当然是毫不靠谱的事情 美国人毫无跟任何人结盟 或者跟英国人对抗的动机 但是舆论气候已经造成了 至少他稍稍打击了晚清新政时期 清日联盟的舆论气候 当时清国的舆论气候也就无非是两者 一是实质性的 就是新政和清日联盟并行 这个是可行的 有具体操作的 因为日本有很多顾问可以派到清国来指导新政 而清国推行新政 仅仅因为财政方面的原因 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第二套就是空洞的清美德三国联盟 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而且美国也毫无派出顾问来的打算 他唯一的用处就是打击事实上 有可能把事情搞成的清日派 这个联盟幕后的主要推动者 就是袁世凯和唐绍仪 设立东三省总督 目的就是要从日本人和满洲人手里面 把权力收归到北洋手里面 北洋就是未来中国的雏形 是未来中国的中间 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第二套就是空洞的清美德三国联盟 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而且美国也毫无派出顾问来的打算 他唯一的用处就是打击事实上 有可能把事情搞成的清日派 这个联盟幕后的主要推动者 就是袁世凯和唐绍仪 设立东三省总督 目的就是要从日本人和满洲人手里面 把权力收归到北洋手里面 北洋就是未来中国的雏形 是未来中国的中间 只有这个中间才能够实现双重任务 第一从日益衰退的满洲人手里面 把大清国的江山盘下来 这是一个青年土耳其党的目标 第二在西亚奥斯曼帝国和东亚奥斯曼帝国 都在列强的威胁下摇摇欲坠 濒临解体的时刻维持领导的中心 实现凯默尔氏的任务 防止解体产生的各小国像埃及一样 变成日本和英国的殖民地 袁世凯在大清国还没有倒台的时候 就已经接受了朝野众望 他当上总统 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中国主义者 包括梁启超不计前嫌的结果 只要你能够完成历史任务 一切都可以不顾 而他采取的做法也就是五九国持 这是什么 这是国家记忆 什么叫五九国持 就是21条 21条并没有任何新内容 就清日双方签订的所有条约来讲 只是简单的一个延期处理 我们过去签署的合同 既然执行的没有问题 我们再延期一下 本来在以前 这样的条约并不会有任何问题 之所以产生问题 是因为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 搞官方的五九国持纪念 新政唯一能够推行的主要政策 就是推行公立学校 以新式的公立学校来代替旧式的私塾 让公立学校的教师去宣传五九国持 他专门写了一篇生情并茂的文章说 1915年5月10日袁世凯秘语 见王云生60年中国与日本 第六卷P332-335 本大总统老已 不会亲眼见到国家伦亡的惨状 但是孩子们 你们还年轻 请注意 这是赵紫阳同志的台词 赵紫阳同志 大概并没有读过袁世凯的文集 而是通过二手 三手 四手的观念贩子 瓦房电话 奔刺以后 传到他手里面的令人感动的响亮台词 我老了 无所谓了 孩子们 你们还年轻 国家的未来就全靠你们了 我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现眼 都是为了你们呀 你们将来可要记住 替我报仇呀 这篇伟大的文献是袁世凯时代所有中小学生都必须学习的中华民族发明文件 它在中华民族发明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从国际交涉的角度来讲纯属莫名其妙 类似的交涉多的是了 哪一个值得大总统亲自发文告列为中小学生必修课的 当然 如果知识分子的想象管用 文宣真的管用 那就是说与陈伯之书一篇文章改变了淮西战场的局势 使陈伯之率领的八千大军归降了销梁 洛宾王讨伐武则天的文章使武则天觉得感人至深 认为宰相都不称职 你看 中国历史就是依靠这一类美丽的小故事制造出来的 如果这一套管用的话 那么袁世凯肯定是青史留名的中华民族爱国者 这本来也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实际上大家留下来的印象却是袁世凯是在卖国 当时的形式是 袁世凯形式上反对日本21条 在国内推行反日教育 发动反日游行 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 敲打日本庇护的孙中山和泛亚主义的流亡者 在他和当时的人的心目当中 袁世凯的中国是抵抗日本势力扩张的中流砥柱 没有他 就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避免中华民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了 而孙中山不是别的 他就是通日 亲日 卖国的主要汉奸 他的军队在日本控制的关东州殖民地和日本人刚刚占领的青岛训练军队 来跟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作战 照抗战时期的说法 这就是典型的伪军了 袁世凯不愿意接受的所有条件 孙中山都愿意接受 只要日本政府愿意支持他 而日本政府并不是十分愿意支持他 他能够得到的还是日本在野人士和军部激进派的支持 而这是文官还能够控制军部的激进派 袁世凯知道 孙文和泛亚主义者背后的支持者都是日本 只要能促使日本约束他们 他的江山就稳了 所以 他通过反日运动 也是在向日本施加压力 我不是不能对你们让步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把你们黑龙会养的那一批泛亚主义者给我好好管住 管住了他们 我跟你们达成协议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双重外交体现了日本限制结构的矛盾 日本政府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日本外务省的政策是英国的政策 它明显地不体现日本的利益 日本从来没有过像以色列那种能力 既跟美国联盟 又欺负美国 利用美国的实力驾驭中东 同时又毫不犹豫地打美国的脸 它执行英国人的外交政策 就像是封建附庸对封建主军一样 为的是主军的利益 自己干脑涂地或切腹都不在乎的 自己只捞一点可怜的苦工资 其实 朱尔典成立中华民国的决定就是一个空架子 首先 朱尔典并没有得到格雷外交大臣的同意 也没有得到英国内阁的同意 而英国内阁 根据歧视链 他们会为了印度和西藏的问题召开内阁会议 却从来没有为西海革命 二次革命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召开内阁会议 当然 这是因为远东大清国在英国的国际体系当中远不如印度重要 当然 更不如苏伊士运河和奥斯曼帝国重要 为了苏伊士运河和达达尼尔海峡 英国海军会直接开到军事坦丁堡去的 为了印度和阿富汗的问题 英国内阁是可以开会的 为了大清皇帝和中华民国的问题 外交大臣连批复一份电报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在北京不是有一位公使吗 都交给公使处理 我们还要注意 在北京是没有大使的 只有公使 大使是只有真正货真价实的列强才有的 比如说 圣彼得堡可以有大使 北京就算了 大使代表英国国王 公使只代表外交部长 这两者的级别是相差很大的 而公使代表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甚至根本就懒得管公使的事情 你可以相机处理 因为这些事情都TMD不重要 而朱尔典相机处理 他根本不能指望英国人派一支军队来执行他的政策 于是他就拍拍脑袋运用他自己的老关系 找出了袁世凯 你去给我鼎钢 负责维护英国的贸易利益 重要的是维持和平演变 能够维持和平演变 避免战乱损害英国侨民的利益 剩下的事情都TMD好说 然后 袁世凯像所有的小头目一样 就开始拉大旗做虎皮 狐假虎卫 他在各路军阀和满猛贵族面前的台词就是 英国人只支持我 经过义和团事变以后 你们已经看出 只有英国的代理人才能够统治东方 你们如果不让我做总统的话 将来谁给你们付钱 谁保障你们的安全 但是 英国人既没有打算给他贷款 也没有打算给他供应军火 而他在1911年和1912年 却给所有各方势力造成了一个印象 如果真的跟袁世凯为敌的话 英国人会支持袁世凯的 连日本人都不敢干的事情 满洲人和南方的军阀更没有这份胆子 他就这样凭这个空头支票做上了总统 但是 做上了总统以后 他就有义务来兑现这个支票 实际情况是 他根本没有钱 英国人也没有拿出任何更多的军队来支持他 相反 英国为了应付一战前的局势 还把香港和上海的英军 大量地调回欧洲和地中海 英国在远东实际上已经开始执行撤出政策 这时 英国内阁当然是继承英日同盟以来的一贯政策 日本人是我们的忠实走狗 让他去负责我们留下的真空 朱尔典同志不负责远东问题 只负责中国内地那一片 他的意思就是 香港和上海的治安 让袁世凯原大总统偏劳一点 远东海面的问题 让日本海军管 这个事情不归我管 我只管大陆内地的这一小片 级别是低于远东全局的 让袁总统去多出一点力气 这当然就意味着牺牲孙中山和李列军他们了 如果朱尔典跟格雷外交大臣是平起平坐的 这两条路线就是相互冲突的 扶起袁世凯那就是损害日本人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不是相互冲突呢 是平起平坐的 这两条路线就是相互冲突的 扶起袁世凯那就是损害日本人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不是相互冲突呢 因为朱尔典的级别比格雷外交大臣要低得多 格雷外交大臣已经决定 英国人负责北海 把低中海交给法国 把远东交给日本 我们集中精力在北海监视德国无卫舰就行了 这是一个全地球的战略 朱尔典管的那点小破事 在他看来是不上级别的 只要你能够维持住局面 不让袁世凯有什么大动作 让袁世凯维持香港的治安也是可以的 香港的英军已经撤走了很多 武器基本上全都撤空了 以至于香港的英军需要依靠袁世凯来供应武器 朱尔典之所以愿意给袁世凯公投支票 让袁世凯打着他的幌子去威慑各路军阀 原因就在这一点 但是既然远东英军自己也需要袁世凯来帮忙 那么当然可以想象 英国军队绝无可能去支持袁世凯的 所以双方的交易等于是在空架子的基础上的 朱尔典老坚俱华 当然也预见到袁世凯并无胆子去跟日本人翻牌 他有胆子凭英国人开的空投支票 去镇压国内的各路军阀 但是他没有胆子利用这个空投支票 去跟日本人作对 袁世凯也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胆量 因此 这就是基层包工投干的一点小动作 部门经理是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的 并不影响日本人和英国外交大臣 在远东问题上所做的交涉 远东问题的实质跟地中海问题一样 是德国的重型战舰 中华民国没有任何重型战舰 天津港是完全赤裸裸的 德国太平洋舰队打进大孤口 纯粹是警察行动 只有英国和日本海军 才能阻止德国人劫持中华民国 这就像是德国的两艘军舰 可以在战争爆发时 切断法国阿尔及利亚军团 和塞内加尔军团 持援马恩河防线的援军 没有这支持军的话 德国军队可以越过烈日和马恩河 直取巴黎 也是这支舰队 可以直接在军事坦丁堡登陆 命令土耳其帝国罢免他的亲英派大臣 将亲德派政府扶上军事坦丁堡的宝座 把整个中东从军事坦丁堡到巴格达的交通线 奉送给德国人 切断通向印度的道路 就是这两艘军舰就足够了 所以英国才在战争 一爆发就使用了全部武力来追捕这两艘军舰 动员了当时还没有参战的意大利的力量来追捕他们 打不掉这两艘军舰 那么法国前线就极其危险 巴黎就极其危险 而这次计划并没有全部成功 因为这两艘军舰逃过了英法联军的围攻 成功地开进了军事坦丁堡 将奥斯曼帝国拉到了德国一边 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口 这也就关闭了俄罗斯帝国95%的外貌 使得俄罗斯帝国在面对德国而无法得到支持的时候 不能够通过黑海海峡大量运入军火 只能通过北极 连铁路都没有摩尔曼斯克 大量武器运到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 用马车在布满尼宁和沼泽地的俄罗斯北方运送 还来不及运到圣彼得堡 赤手空拳跟德国大炮作战的俄国军队 已经忍无可忍地滑遍了 俄国军队支持布尔什维克只有一个原因 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俄罗斯民主派格党 都不愿意向德国投降 只有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的5000万金马克 愿意立即退出战争 将东线的德国军队转到1918年的西线 让鲁登道夫发动他对巴黎的最后一次进攻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军队在潘兴将军的领导之下 及时赶来 法国已经在凡尔登流尽了血 实在也不能够制造出后备军来抵抗这一次攻击了 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的一环套一环 俄罗斯军队按意识形态倾向 是最不可能支持布尔什维克的 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作战下去了 而国内政治家还要让他们送死 只有布尔什维克允许他们立刻停战 因此 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 俄罗斯军队或者不如说是逃兵 支持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变 使得没有正规军支持的 明明拥有议会绝大多数选票的中间派 自由民主派不得不垮台 德国地中海舰队的那两艘军舰 就是奥斯曼帝国政变和俄罗斯帝国倒台的关键 它直接导致了布尔什维克的上台 而德国的太平洋舰队却有四艘军舰 中华民国跟智利 波利维亚和秘鲁一样 在这支舰队面前是毫无抵抗之力的 而英国人封锁北海 为补地中海的德国舰队 英国在波罗的海采取的是封锁政策 波罗的海对英国贸易并不重要 只要把德国舰队堵死在波罗的海里面 初步了北海 英国舰队就成功了 而德国舰队的主力也在北海和波罗的海 所以英国用了倾国之力压在北海上面 地中海方面都分不出太大的力量来 还主要要依靠法国海军 而地中海对英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是通向印度之路 英国的整个殖民帝国都压在地中海上面 太平洋则是根本不重要 所以太平洋的英国海陆军已经完全撤空了 这时不仅仅是亚太海岸 而且远及智利 复活节岛和美洲 整个广袤无比的太平洋 只有日本舰队和德国舰队 如果没有日本舰队的话 德国舰队可以毫不犹豫地开进智利港 劫持智利的圣地亚哥港口 像劫持奥斯曼帝国一样 劫持智利政府 在智利成立亲德政府 禁止各国军火的最重要原材料 智利消失向协约国出口 智利消失的存亡 是像达达尼尔海峡一样重要的问题 后来德国军火工业 就是在协约国控制了智利消失的出口 德国得不到消失供应的情况下 才不得不通过化学工业制造人造消失 如果反过来 德国控制了协约国的消失出口的话 那么法国在1915年就已经完蛋了 跟智利消失比起来 不要说是青岛 就连天津都算个屁 英国人连天津都不管 当然更不会管青岛的事情 这些事情就全靠日本了 日本的青岛战役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对于日本来说 在整个太平洋范围内 在从塞班岛一直到智利的 这个广袤的空间内追逐德国舰队 才是日本海军的最大光荣史 青岛是坐在地面上的地方 它不会走路 其实打起来并不困难 而军舰飘忽不定 谁也不知道它会开到哪里 整个太平洋 包括从墨西哥到智利的拉丁美洲国家 跟中华民国一样 在海军方面是毫无抵抗能力的 随时可能被德国劫持 这样一场战役 才是日本海军真正的光荣 尽管名义上是英日联军 但是英国人只是挂名的 所有军舰都是日本人出的 日本人成功地做到了 比日本更加强大的英法联军 在地中海做不到的事情 英法联军在地中海放走了隔本号 使英国的传统盟友 奥斯曼帝国落入了德国人手里面 饿死了罗曼诺夫帝国 以饥饿和武器的匮乏 浮起了布尔士维克政权 如果日本人在太平洋的战绩 也是这样的话 那么拉丁美洲和中华民国 都要落入德国人手里面了 利用墨西哥来收复德克萨斯的 齐莫尔曼计划在1915年就要付诸实施 整个英国在东方的帝国全部瓦解 法国失去消失的供应以后 在1915年就陷入1917年的俄国那种局面 前线士兵赤裸裸地面对德军炮火 不再忠于他们的文官政府 那么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世界 恐怕就是由德国人统治的世界了 1914年和1915年的太平洋战役 是日本为协约国力下的最大功劳 他做到了英法联军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完全歼灭了由四艘无敌的重型战舰 组成的德国太平洋舰队 做到了这件事情以后 实际上日本已经处在 不仅可以对中华民国 而且也可以对墨西哥和智利 随意发号施令的地步了 但是日本的外交是极其谨慎的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只是重申了一下 他在没有打败德国人以前 只打败了俄国人和清国人的时候 已经得到的条约权利 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照例 外交是以实力为基础的 打了胜仗的人可以得到更多 日本以前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 是根据日俄战争的不完整的胜利而制定的 日俄战争不是真正的胜利 因为日本没有歼灭俄国的主力 但是日本却歼灭了德国的主力 同时日俄战争结束的时候 列强在东方的势力还很大 欧洲没有战士 任何一个列强都可以把强大的海军派到东方 日本谨慎一点是对的 而1915年的形势却是 所有列强都深陷欧洲 没有任何列强有能力兼顾远东 远东只剩下日本 日本天下无敌 日本对德国的胜利远远超过他对俄国的胜利 而远东已经没有列强竞争者了 这时日本是有资格以征服者的身份说话的 而他所提出的要求居然只是维护过去的条约权利 在这个时候 其实他执解了当地要满洲独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的 而他却只是要求维护原有的租借权利 这在外交上肯定是一个失策 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实现满洲独立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得到英国批准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而且也没有一个相当强大的苏联可以在背后捅日本一道 当时俄国在西线受到极大的压力 在东线非得跟日本和解不可 已经跟日本签署了和解协议 这里面的关键原因就是 日本根据过去的经验 认为他的一切成就都是来自于英日同盟 出于封建性的效忠 他是提英国办事的 他的远东政策体现英国的利益 而不是日本自身的利益 日本自身的利益是什么 利用英国需要日本 而日本不怎么需要英国 远东除了日本以外没有海军强国的机会 确定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英国的利益是什么 英国现在顾不上远东 我们协约国的远东政策是 一切维持现状 等待战后解决 等到战后打垮了德国 我们不就可以又回到远东了吗 现在我们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像所有老奸巨华的外交家所说的那样 我们在没有力量的时候 不进行任何谈判 不签署任何条约 等我们有力量的时候 在力量对比最有利于我们的那个时刻 我们在签署条约 但是日本却不遵守这个逻辑 在1915年力量对比最有利于日本的时候 日本不充分利用它的力量 它乖乖地等待英国 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谈 而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日本就不再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了 这种做法表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 并不真正是列强之一 它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作为英国附庸国参战的 它不是像法国和意大利那样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同盟国 而认为自己是英国的附庸国 忠实地执行了符合英国利益 却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政策 这个政策是日本在1919年和以后的 碧原外交时期不断失利的根本原因 而这个失利 正如日本民间的泛亚主义者 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是卖国性质的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如果执行了这样的对应外交政策 照例是爱国的 把英国人看得跟德国人一样 坏的法国爱国者 一定不会容许这样的内阁维持下去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当时的世界还是白人的世界 日本是列强当中唯一一个黄种人的国家 它感到不安全 感到有必要低调 它不敢采取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敢于采取的冒险性措施 尽管日本人在凡尔赛会议上面 嚷得非常厉害 说要种族平等 但是号召种族平等 正是种族不平等事实存在的迹象 所以 日本人在外交上 不仅不如法国和意大利 甚至不如奥斯曼土耳其那样 敢冒险 他不能充分地利用他的胜利 他只想根据英国人 保持远东一切现状的逻辑形式 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了 我们在清国方面 要中华民国承认我们在清国的一切权利 这难道不是保持现状吗 而袁世凯利用了这一点 发动了五九国齿运动 把自己打扮成为中华民国的爱国者 把孙中山和南方各都军打扮成为依靠日本保护的汉奸 我们要注意 假如百事实讲道理在政治上能够发挥任何作用的话 这样的化妆虽然略微有一点夸张 但是基本上离当时的形势相差不远 无论蔡松波还是孙中山 靠的都是日本人 而袁世凯这个北洋军阀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依靠 就像现在的习近平是中华民族的唯一依靠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教科书却是黑白颠倒的 充分证明文宣成功不成功 跟他有多大的事实依据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只要你把枪杆子掌握到手 再怎么颠倒黑白都能够得到多数公立学校中小学生的赞同 公立学校的中小学生除了他们在中学时代学到的东西以外 脑子早已嗅掉 不可能在成年以后接受任何跟他们中学时代的认知不同的认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要翻转他们的整个人格结构 让他们的人格崩溃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他们只能坚守到死 如果认知要改变是下一代的事情 不是他们的事情 这就是公立学校和民族国家的关系 民族国家是依靠公立学校建立起来的 而公立学校正如国际主义的基督教徒所指出的那样 本质上是一种偶像崇拜 他的坏处就体现在这一点了 如果按照真实情况来说 可怜的中华民族英雄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以后 被汉奸孙中山的继承人推翻了 然后对方反过来 把明明是在21条交涉的时候不仅跟着日本人 而且还跟着日本人出兵打袁世凯的国民党发明成为爱国者 而把竭尽全力在国际形势最为不利 同时军事上毫无可能抵抗日本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抵抗日本人的 自己认为自己是反日势力注实 也被所有人认为是反日势力第一元大将的袁世凯 发明成为亲日派的汉奸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历史真相学根本就是不值一文的 你知道了顶什么用 你去跟那些人数比你多999999倍的公立学校毕业的中学生去讲道理 SB才这么干 你把你自己累死也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假如你真的想要扭转一下 那么合理的办法显然是 你直接就沙向东京去夺了鸟位 用你编辑的中学课本教导广大中学生 然后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当然这个解决是有时间性的 比如说前一代中学生毕业出来的成年人的思想还是没有改造的 刚刚毕业的中学生倒是完全听我们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这些成年人手里面还有些资源 办法来了 红卫兵 红卫兵从小就是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 他们看的中学课本完全符合我老人家的利益 而40岁或50岁左右的中年人 他们看的还是蒋介石的中学课本 虽然他们现在宣布参加革命并拥护我们 还是靠不大助 红卫兵赶紧去把他们统统打倒 他们都是走资派对不对 事实上也是走资派 把他们打倒以后 全国上下都是由长大了的红卫兵组成的人 我们的江山不就巩固了吗 道理就这么简单 伟大的弹头知识分子主要的工作就是 把本来非常简单的 SB都能懂的事情 一定要讲得很复杂 当然 这样做就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把本质上极其猥琐 在所有历史运动中都没干什么好事 基本上相对于其他所有受害者而言 是最最有应得和最得比下的知识分子 描写成为思想深刻的 全世界和全国都离不开的 现在要搞反思或重建各种意识形态都离不开的 伟大的 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且还像是某个德国笑话所说的那样 地下室里面的蜘蛛在刮风的时候 疯狂地维护蜘蛛网 因为他认为整个城堡都是靠蜘蛛网来维持的 他们认为世界的前途都是靠他们编织的意识形态蜘蛛网来维持的 其实蜘蛛网编的结实不结实根本TMD没有任何关系 共产党编造的历史发明学是极其粗糙的 跟罗马尼亚人那个罗马尼亚是由罗马达西亚航省直接演化而来的逻辑一样的荒谬 相比之下 袁世凯和梁启超编造的这一套理论就显得精密的多 水平也要高的多 但是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鸟用 建筑物会不会倒 跟蜘蛛网编织的好和坏没有关系 梁启超和袁世凯编织的蜘蛛网是很漂亮的 毛泽东编织的蜘蛛网是很丑陋的 但是毛泽东的建筑物能站得住脚 而梁启超的建筑物却站不住脚 蜘蛛网的好坏 根本就TMD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罗马尼亚的民族发明学跟希腊人比起来的话就很差劲 但是布加勒斯特起义 武昌起义仍然并没有能使罗马尼亚省湖北省 变成大希腊的一部分 你不能凭借意识形态的蜘蛛网编得好 就让罗马尼亚归属于你 那完全是真刀真枪的国际政治博弈出来的 所以 从民族发明学的角度来讲很差劲的罗马尼亚 我们可以把听我们讲课的中学生的爸爸的钱包 借此机会掏出来 放到我们的口袋里 也算是有聊胜于无了 这就是知识分子所有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 当然 真正负现实责任的人如果相信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鬼话 肯定是使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无论如何 日本人就这样坐视了自己最好的机会 然后等到1919年合会召开的时候 列强已经回到了远东 对于执行1915年的承诺不那么上心了 1915年的承诺 是协约国在快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做出的 法国前线快要守不住了 英国海军虽然颇为成功 但是并不能够直接代替路上的战斗力 为了保卫法国 协约国并急乱投一的向意大利人许愿 向罗马尼亚人许愿 向跟阿拉伯的劳伦斯打交道的哈希姆家族许愿 向印度穆斯林许愿 向所有人许愿 当然也包括向日本人许愿 把德国人的这个好处那个好处许给你们 赶紧加入我们 拖住德国人的兵力 在这个时候 英法已经把青岛和太平洋群岛 全都许给日本人了 白纸黑字的外交文件聚在 按照任何法律依据 以后的承诺 推不翻以前的承诺 你不能说是 在住院的时候 答应给医生钱 出了院以后就赖账 这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事情 日本人凭他掌握的那些文件 在任何法律程序上 都已经占尽了上风 青岛 塞班岛和太平洋群岛 全都属于日本 列强有义务履行承诺 而袁世凯和中华民国 并没有参加战争 后来在1917年 终于参加战争以后 也没有出过兵 这些地方都不是他打下来的 而列强从来也没有 给中华民国政府 以任何承诺 这根本不是一个 应该争议的问题 意大利人在的 里亚斯特和蒂罗尔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争议的 就直接了当地 拿走了协约国 许给他们的东西 而故随军在巴黎是胡搅蛮缠 我们必须说 这纯粹是胡搅蛮缠 首先 青岛跟鲁国没有任何关系 青岛当时还是皇帝 并不是内陆的鲁国的领土 如果要算领土的话 顶多算是齐国的领土 或者越国的领土 跟鲁国有毛的关系 跟孔孟之乡有什么关系 它跟孔孟之乡的关系 就像太极灵 跟耶路撒冷的关系一样 耶路撒冷是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 太极灵也是穆斯林皇帝盖的 但是巴勒斯坦人从来没有要求过印度的主权 假如中华民国是鲁国的继承人的话 他有什么理由要求鲁国的主要敌人 齐国的领土呢 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什么时候 也没要求过莫沃尔帝国的领土 他提出的那些孔孟之乡和青岛之间的关系 比犹太人或者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要求还要更加不靠谱 而列强根本就没有在战后考虑过 把英国军队打下来的耶路撒冷交给穆斯林或者犹太人当中的任何一方 他们对耶路撒冷的领土要求 肯定是比顾为军对青岛要强得多的 按说按照程序的话 列强根本就不应该考虑 连讨论的必要都没有 就可以把这一套要求给打掉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列强之所以放中华民国出来捣乱 并不是支持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 也不可能维持的驻青岛 他只是为了给日本捣乱而已 就像是毛泽东放出红卫兵来 就是给走资派捣乱 红卫兵能不能成事 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给你们走资派捣乱就行了 在日本人看来 都是白种人组成的列强 就是看不顺眼 黄种人立下大功 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害怕黄种人继承太平洋的领域 发生威廉皇帝真正害怕的那种惶惑 所以嘛 我们就需要公贼了 日本人是工会委员长 眼看跟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就要取胜了 资本家有什么办法呢 让流氓无产者出来当公贼 破坏工会辛辛苦苦才得到的斗争成果 中华民国就出来当公贼了 你指望顾为君去维持太平洋的秩序 那纯粹是扯淡的事情 只有日本人才能 但是把顾为君放出来 可以让他胡搅蛮缠一下子 日本人不是正在和会上提种族平等吗 反了反了 你提种族平等 意思就是日本人要跟欧洲人平等 那么我们把中国人放出来 让中国人要求跟日本人平等 大家都平等一下好不好 这一下子日本人就吃别了吧 你敢反对欧洲太上皇是不是 让你了解一下 你有你的意识形态说辞 我们把中国人放出来给你捣乱 他们也有他们的意识形态说辞 当然这只是捣乱而已 捣乱完了以后 青岛还是要还给日本的 因为法律毕竟还是要遵守的 否则的话 意大利的问题和罗马尼亚的问题怎么解决 协约国也不能说话不算话 中国人完成了胡搅蛮缠的任务以后 就应该乖乖滚蛋 自己回去休息去 当然这时候 北京政府正在面临着他自己的内部纠纷 就是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的纠纷 尤其重要的是 他们双方都有一个争夺上海利博维尔资源的动机 孙文一度领导广州政府反对北京政府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 就被越军军阀和贵军军阀联合起来 赶出了广州 把他的大元帅府搬到了上海利博维尔 因此 他就变得更加依靠上海的黑社会和地下党给他的捐款了 他必须制造出事端来 破坏中华民国在和会当中的努力 按说的话 完成了胡搅蛮缠的任务以后 人家不听你的 你就应该乖乖地签约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却采取了下级回国的做法 以讨好激进派的舆论 激进派的舆论 幕后的主要操纵者是徐世昌和吴佩福 孙中山还在其次 所谓其次这件事情 不是凭谁的嘴大来说的 而是凭谁的钱多来说的 徐世昌作为继承黎元洪的虚伪大总统 被内阁总理段祺瑞挤得很没有脾气 现实政治比起意识形态要重要得多 尽管徐世昌同样出身于北洋 但是他等到坐上了黎元洪的位置 也就痛苦地赶到了我是大总统 我被属下欺负的痛苦 很想要报复一下敬爱的段祺瑞 他是文人出身 不像段祺瑞和黎元洪都市军人 他想到的办法自然是 通过跟他一样没有枪杆子的文人 我要弘扬文字 提高大学教授的地位 我是大学士 我就等于是旧派的大学教授 你们也是新派的大学教授 我们毕竟都是世代赴阶级 在军阀的欺负之下 真是人气吞声 大清皇帝在的时候 从来都是文官高贵 五官低贱 搞到现在 我们文官被你们五官欺负的不像话 行吗 先进国家是这样吗 日本的元帅 还不是照样听内阁总理的话 英国和法国的将军元帅 还不是照样被文官指挥的 怎么就你们中华民国例外呢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别人指挥不动 大学生 我们还指挥得动 他们就是我们的学生 让大学生上街去闹一闹 你们军阀 好歹替我们出一口气 于是 大学生就这么出去了 当然 这是需要钱的 钱当然是大总统徐世昌最多 钱当然是大总统徐世昌最多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